这四名候选人在论述当中 纷纷的把矛头指向了蔡政府 光是户高端有炒股之嫌 还有让两岸关系僵化 让人忍无可忍 借此来凝制蓝银的向心力 我们听听看今天下午的精彩片段 20一又的败选以来 民进党强行成立了促转会 党产会追杀国民党 粗暴的推动年金改革 乱修劳基法 能源政策导致空污 再到近期的监怨抽拥 关中天近来株 以及防疫致满下爆发的本土疫情 还有疫苗短缺 我深知大家的苦闷 在国会我们立看蛮横 揭发真相 提报实案汇报 治案汇报 通通没有开 身为党主席 我与党团同仁 叶速接头反来株 我们更与马前总统召开国际记者会 捍卫新闻自由 追打蔡政权 祸国殃民的恶行 各位本党即使在野 也不容许蔡政权 嚣张跋扈 草奸人民 在捍卫正义方面 我如果当选 我会向社会募集 三亿新台币 来成立正义基金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打鬼基金 这个钱不是给中国国民党用的 是给那些勇敢的出来检举 揭发民进党犯罪 恶行的任何的行为 包括高端疫苗 股价非常的不合理 包括什么 包括蔡英文的论文 各位 我如果当选党主席 我会在党主席的下面 直属成立伸张正义部 我会结合社会的力量 来共力来揭发 追查 打击 究责蔡政权 任何所有相关人等的 任何不法的行为 上穷弊落 下皇权 绝不宽戴 金国先生 创建了真正的护国神山 西竹科学园区台积电 民进党搞出的是 害台湾的高端 这两者最大的差别 民进党改变了海峡两岸的现状 它废弃了九二共识 它取而代之的 就是以毒养瘫 祸害台湾 接下来一步就是 以毒养瘫 裂解台湾 让我们台湾陷入 万劫不复的境地 不知道有没有符合您最想听到 或您最关心的议题呢 这一次的国民党主席 选举政见发表会 未来的两岸关系的发展 也受到了关注 国民党主席候选人卓博元 他就提出了 如果他当选党主席 要跟包含共产党在内的政党 进行交流 邀请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来台 还会委托 孙文学校的校长张亚中 来担任特使 和对岸来协商 成立一个政党高峰论坛 神话已经崩解 美国不支持台独 中国大陆也不支持台独 国民党也不支持台独 只有民进党继续操弄台独神话 反中抗中 让我们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 我们唯有回到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 以九二共识为基础 来继续两岸的共存共荣 和平发展 如果博元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台湾是一个民主成熟的社会 我一定用党主席的高度 邀请对岸的习近平总书记 到台湾来进行两岸和平之旅 展开海峡两岸的政党高峰论坛 如果亚中兄不嫌弃 我愿意以党主席的身份 来临派我们张亚中先生 作为国民党的特使 与对岸来协商习近平先生的台湾之旅 我相信中国国民党邀请习主席来 中国国民党一定保障习主席在台湾的安全 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 我们要勇敢的走出去 勇敢的爱台湾 候选人的炮口其实也都针对了民进党 卓博元就炮轰说民进党废弃了九二共识 以毒养瘫 祸害台湾 他也誓言作为一个专职无私的党主席 同时要找回年轻人的信心 假使当时的话会成立一个选讯用平台 最近我们的国家面临很大的危机 博元这时候挺身而出 单刀直入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电视辩论 卓博元强调愿意站出来 与对岸关系也是这次选战重点 候选人聚焦在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可以和平传世 民进党改变了海峡两岸的现状 取而代之的就是以毒养瘫 祸害台湾 你承认中华民国有这么难吗 你们这些大官小官 拿的不是中华民国身份证吗 狐狸猛烈重炮蔡政府 造成两岸对立 两岸分裂 国民党会全力恢复 与大陆的和谐 今天就是因为民进党改变了海峡的现状 如果博元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我一定用党主席的高度 邀请对岸的习近平总书记 到台湾来进行两岸和平之旅 展开海峡两岸的政党高峰论坛 如果亚中兄不嫌弃 我愿意以党主席的身份 来临派我们张亚中先生 作为国民党的特使 除了与端关系 国民党也会力求年轻人的支持 要从国民党自己改革来做起 我们国民党要成立一个选信用的平台 让年轻人的情感再跟国民党结合在一起 卓博元速度强调 政党需要专责无私的人 2024是台湾正衰起弊的关键 需要有一位专职无私的党主席 全心全力展现领导力 打败民进党 选战白热化 候选人提出各项看法 就是要征求党员的支持 接台北综合报道 党主席候选人张亚中说 他当选党主席之后 要采取全面抗争路线 还要成立一个 要募资三亿元的打鬼基金 在捍卫正义方面 我如果当选 我会向社会募集三亿新台币 来成立正义基金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打鬼基金 这个钱不是给中国国民党用的 是给那些勇敢的出来检举 揭发民进党犯罪恶行的任何的行为 我告诉各位 我们相信给了这些人足够的金钱 他们才敢勇敢的揭发 包括什么 包括高端疫苗股价非常的不合理 包括什么 包括蔡英文的论文 各位 我如果当选党主席 我会在党主席的下面 直属成立伸张正义部 我会结合社会的力量 来共力来揭发 追查 打击 究责 蔡政权 任何所有相关人等的 任何不法的行为 上穷必落 下皇权 绝不宽戴 第三 我要结束敌对状态 创造两岸和平 我已经公布了白纸黑字的和平备忘录 如果我当选党主席 我就会跟北京进行协商 通过以后 我会拿回台湾来交给我们所有党员公投 公投通过以后 这就是本党的政策 我们用它来跟民进党在2024年进行一场要和平 还是要战争的抉择 我也相信用这个方法 我们一定可以赢得大选 而且还可以为台湾创造和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